神父满脸严肃地掏出十字架 一边晃动一边念着圣经 可小男孩却是面不改色 嘴唇微微开起 整个房间瞬间按了下来 难道对方真被神秘力量附身了 神父寻找消失的小男孩时 发现卫生间里到处都是血迹 推测是他将母亲推下楼梯的 而这边的那家和果沙 正要将受伤的妇人抬回房间 男孩德里克居然闭着眼睛走了过来 左手拿着煤油灯 右手领着一桶油 两个人下得冷汗直冒 果沙哀求他放下东西 后者竟然真的照做了 谁知下一个 油桶自行翻倒在地 煤油灯也从桌上滑落 整间房屋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德里克坐在椅子上门丝不动 神父将他转移到安全位置 转身又去解救妇人 却不想对方也被附身了 狠狠咬住神父的脖子 而另一边的萨加等人 此时正准备前往小镇 寻找警方求助 中途恰好经过未来会变成纪念碑的警局 米特正要停车 差点撞到横穿马路的行人 萨加一眼认出 对方就是炸掉核电站的克莱尔 看着他走进一间酒吧 几个人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为了不引起克莱尔的注意 他们找服务员帮忙报警 农场那边有人受伤急需救治 电话那头表示会立即出警 但是要求几人留下来等候问话 谁知克莱尔喝了一杯后 便要起身离开 萨加想都没想便追了上去 服务员大喊一声别跑 几名状患纷纷出手阻拦 最后还是纳加用手枪震住场子 走出酒吧后发现克莱尔并没有走远 几个人分兵报抄 很快将他堵在死胡同里 米特直接一记闷棍将其敲晕 提议要不要把他杀掉 这样就能阻止核电站爆炸了 萨加在他口袋里嗖了嗖 居然找到一张跟特工的合影 他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动手 谁知克莱尔忽然苏醒过来 一把揣住纳加 威胁两人放下武器 随即抢走他们的汽车扬长而去 萨加心中焦急 核爆炸就在今晚发生 克莱尔肯定前往核电站了 必须尽快弄一辆车前去阻止才行 谁知几人刚刚撬开车门 恰好遇到从酒吧出来的警察 他们就这样被关进了警局里 而另一边的警方救援已抵达农场 神父和南海母亲双双葬身火海 由于爱拉和果沙 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警方决定先将两人带回去审问 结果五个人在警局里碰头了 萨加心中慌得不行 因为他们随时都会返回现代世界 那时候的警局已经变成纪念碑 穿越回去肯定会被活活闷死 可任凭大家怎么解释 警方只当他们在胡言乱语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克莱尔此时正准备前往核电站执行引爆计划 谁知小男孩德里克突然现身挡住了去路 他猜测对方肯定是从侧翻的救护车里逃出来的 小男孩没有接话 而是劝他别去破坏核电站 否则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 见克莱尔无动于衷 小男孩轻轻抬起手臂 女人竟然缓缓飘了起来 可惜没过多久 他便晕了过去 克莱尔惊得面色煞白 不过还是开车朝着核电站驶去 而警局中的萨迦等人 正死死盯着墙上的时钟 当他指向核电站爆炸的那一刻 楼道内的警报忽然响起 穿梭机的屏幕也亮了起来 警察满脸懵圈地跑过来询问 萨迦猜测是核爆炸开启了穿越通道 继续待下去肯定完蛋 米特直接伸手按动了启动开关 下一刻众人便来到一处空地上 这一回他们并不是返回现代 而是再次穿越 回到了30年前的1956年 核电站此时才刚刚投入使用 镇上连警局都没开始修建 萨迦将众人带到一处废弃木屋 出声叮嘱千万不要乱跑 在这里改变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产生一个不同的世界 可米特根本没有当回事 带着果沙抢走了老太太的食物 米特之前被学校里的各种规定压抑太久 来到这里后算是彻底释放了天性 他甚至当着果沙的面 表示自己喜欢那家很久了 结果两个人在公路上扭打起来 幸亏路过的车辆刹车及时 否则他们都得交代在这里 匆匆赶来的萨迦等人 觉得这辆车有些眼熟 询问之后才得知 司机居然就是那位丧生火海的神父 萨迦还在奇怪 为什么30年后的他不认识咱们 一辆小货车急迟而过 直接将神父撞翻在地 萨迦心中一沉 难道他们又改变了过去 好在送去医院后 神父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脑袋和手臂受伤 萨迦警告米特 别再出去捣乱了 后者也很无辜 不去弄点吃的大家都得饿死 萨迦看见墙上捐血的海报 下一个便躺在病床上开始输血 伙伴们跟着沾光 在医院餐厅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米特将那家单独叫到房间 表示自己为了谋求一份公职 不得不参加共青团 循规导举做个三号学生 直到穿越到这里他才发现 按照自己的想法 做回自己才是最快乐的 那家十分赞同米特的观点 他说自己早在鼻子上打了个洞 可是不敢让父母知道 原来两个人在骨子里都是叛逆的 从熙熙相吸到崩然心动 只要一瞬间 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滚在了一起 可怜的果沙并不知道 自己的头上已经涨槽 他的注意力全被电脑里加密视频吸引 想必里面的内容十分重要 果沙的脑袋依旧好使 看着解锁密码的格式 试着输入切尔诺贝利和哉的时间 竟然真的被他解锁成功了 可看完上面的视频后 萨迦的脸色无比难看 蒙面男竟然知道 自己经常做着同一个梦 在梦里他变成了一位 叫做索罗金的工程师 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 索罗金就身处核爆炸的正中心 可对方非但没死 而且还化成一种特殊的存在 蒙面男称之为进去 其实就是萨迦等人之前 遇到的切尔诺贝利一世 那只幽灵狗 以及各种复制体幻象 都是进去制造出来的 萨迦之所以能够梦到索罗金 因为两个人通过某种方式产生了关联 视频的信息量实在太过庞大 萨迦还没来得及消化 神父便喊着要离开医院 因为下午还有一场驱魔 疑是要参加 艾拉看他的眼神略带怜悯 有心想卷对方放弃驱魔这个职业 不过医生刚刚叮嘱过 神父的脑部受创比较严重 以后可能会出现间隙性失忆 怪不得30年后的神父 遗忘了萨迦等人 就更别说放弃驱魔的建议了 此时的果沙满心疑惑 众人穿越过来已经一天一夜了 为什么他们还没穿越回去 他想在电脑资料中找到答案 却意外发现一条重要信息 他们穿越来这里的日期 正是克莱尔出生的日子 下方还有他的生平介绍 克莱尔的父亲患有精神病 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 随后他被送去了孤儿院 80年代中期还去过苏联 原生家庭造就了克莱尔的极端性格 再加上去苏联跟特工有所交集 想必这就是他炸毁核电站的原因了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 出于谨慎起见 众人决定是在车里 万一半夜穿越回去 也不至于卡在墙缝或者家具里 与此同时 医院中撞伤神父的肇事者 突然醒了过来 强行挣脱手铐后 拿起一把消防符 便走出了医院 车里的萨迦猛地睁开双眼 发现外面居然飘着一个发光圆球 他好奇地想要触摸 却不想圆球开始缓缓移动 似乎在指引萨迦前往某个地方 没过多久 车里的小伙伴发现萨迦不见了 于是顺着脚印快速追了上去 原来这个圆球只是梦中的景象 萨迦实际处于梦游状态 伙伴们遮上来时 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 米特一拳将人垂醒 这才发现不远处有个大庄园 细形的裹杀看见邮箱上的署名 断定这里就是克莱尔的家了 众人还在差一时 忽然听到庄园里传来求救声 跑过去一看 居然是那名肇事者 在疯狂的劈砍房门 原来他就是克莱尔的精神病父亲 此时正要杀掉房间里的妻子 众人立刻上前阻止 情急之下 萨迦下意识地挥动窗壁 竟然隔空将疯男人推出了窗外 下一个那家等人凭空消失 只留下克莱尔的母亲呆立在原地 尽管他一五一时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可医生和警方一致认为 女人为了保护孩子爆发了潜能 将自己的神经病老公推到窗外摔死了 没过多久 护士跑去医务室 给一位小女孩输血 用的血包正式从萨迦体内抽取的 两人对话时女孩无意中提及 他要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叫德里克 而萨迦等人此时已经穿越回到现代 看着外面的青山绿水 所有人全都瞪那眼睛 难道他们再次阻止了核电站爆炸 以上就是切尔诺贝利第三季的第三期内容 这一期的信息量有点大 小男孩之所以拥有超能力 应该是他母亲吸收了萨迦血液导致的 蒙面男在视频中提到过 萨迦跟禁区存在某种神秘关联 至于具体是什么 答案将会在下期揭晓 阿琪只想说编剧的脑洞太大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